Hello 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晚期是12月21号进行的围甲第九轮主将战 由黑方许家阳对战白方李宣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二连心白旗新小木 点脚 左下黑旗二路拖白旗连回来 那就是简单定型 黑旗挺头之后单关跳手脚 黑旗飞出 这个飞呢一方面就是扩张 还有就是影响白旗出头 这样左边以后夹击过来更为的有力 实战白旗先点个33 走完之后黑旗直接夹过来 白旗碰一个出头 黑旗走的也非常简明啊 就直接往前尝一个 白旗搬了之后压黑旗搬头 这样黑旗也没打算去封锁白旗 只不过想通过攻击 把左边的空为主 这个地方白旗最好不要先往外搬 然后在里边搬 因为你这样的话落后手了 黑旗这个断不用补 他可以直接断外边 还是比较严厉的 实战白旗搬里边 这样黑旗补断 白旗再跳出 就没有任何的危险 接下来黑旗继续手脚 白旗二路点刺破眼 再逼住 留了一个二路爬回 那黑旗也不可能补啊 这个太小 长一个先手 飞出 接下来白旗右上 打吃再立 捞空 那下一手 旗这个一选 不太好 下得出来 一般来讲 都是先往这个空旷的地方走 AI的一选 是左上这里点 然后搬进去 贴起 搬头再沾 等白旗挺头之后 黑旗二路脱 本身的价值并不是很大 但是关系到后保 因为这样一来的话 黑旗彻底活干净了 少了一块鼓起 实战黑旗拆个也比较正常 问题都不大 接下来白旗往上贴住 黑旗搬 白旗反搬 双方互相围控 长一个压住 再搬 再断 接下来黑旗长 那上边白旗要先补 虎一个 黑旗跳方 之后白旗挺头 黑乔走中间的话 白旗右边要下来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厉害的 先连回 白旗飞 下一手旗这个一选 也很难下出来 就是居然走这个鱼形猴 然后再断 可能AI的意思呢 就是白旗这里打黑旗长 然后中间这个弯三的话 不太好景气 像白旗这里搭上去 黑旗一拐 你也封不住 白旗要硬跑的话 自己越走越重 可能第一杆还是想靠断 不过现在靠断 白旗有一些手段在右边 不太敢直接动手 实战的黑旗先稳了一步 先跳出 白旗右边靠一个 扳了之后再断 黑旗打吃 那这个地方 以后白旗要打 也是从这儿打 从上面打 没有任何的意思 因为被黑旗一粘 你再提 黑旗再一打 马上你粘上再被滚爆 这个旗行就太差了 实战白旗大跳 那还是想要把黑旗分段 缠绕攻击 黑旗左边先去作业 那接下来白旗这手 靠又过于的凶狠 其实这个地方 有比较不错的一套连招 就是先刺 刺了之后 这个大跳就没有联络问题了 刺完之后 右边打持先手 然后关键是要走到这一手飞 这个还是非常巧妙的 因为这一飞之后 中间这个小飞也不怕跨断了 然后黑旗上边这根棍子 还得先跑 他跳一个还没有完全联络 关键是右边白旗可以穿下来 这里长一个 黑旗断打 白旗反打 提掉的话再打持 这个截黑旗也不敢随便开 沾截再从旁边打持 再穿下来 这样一下又能掏掉这个边控 然后白旗自己又非常的厚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策略 实战白旗这个靠上去就太狠了 要把黑旗直接 捂死进去 那黑旗搬 白旗再尝一个 结果遭到黑旗靠断的反击 接下来白旗右边打黑旗提 然后虎一个 这个时候黑旗还是选择沾中间了 因为你右边这里 打持连回的话 白旗多了这手虎 他中间就可以冲 然后把黑旗这颗子给打死了 黑旗跑不掉了 所以说黑旗选择沾这儿 然后右边白旗先打 再冲 这样黑旗沾上 白旗再飞出 这个旗越走越乱了 接下来黑旗拐了一个 下一招白旗处理的就有点问题 这个旗里边不补的话呢 确实有一些毛病 比如说你这样跳出 黑旗刺一个 打吃一个 然后有这里的打 白旗拐住 然后黑旗提结 就会有一个结针在这儿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啊 其实对于白旗来说 并不算非常的重啊 打不过的话 大不了沾上了 死的只是右边这两颗子而已 然后还是可以拖着黑旗中间这一块 继续攻击 自己也出头了 而且第二点的话 就是白旗还可以先去造结材 基本上AI的推荐呢 都是白旗在右下角这里 碰一碰靠一靠 把这个结材造出来之后 你再往中间跳 那就更有底气了 因为这个本身这个结就不大 加上结材又变多 也是随便打 所以说应该 把这个旗放在这不管了 实战白旗选择直接沾 那就显得非常的重 黑旗打一下之后再一跳 那黑旗先出头了 白旗攻击的这个可能性 基本上破灭 而且下一招白旗有点心急 选择靠在这儿去出头 这个旗其实还只能选择小间 先保证自身的这个联络 然后再往底下钻 右边黑旗还欠了一手 所以说白旗还是 有比较大的可能能做活的 靠这个的话 遭到黑旗往右边一靠 那白旗连不回去了 因为你顶的话 黑旗这一挤 两个段 白旗必然要被分开 你先团再顶的话也没用 黑旗一段 你打持沾上黑旗再一段 还是要死 所以说这个旗就直接 突然被卷进去了 接下来白旗往右上 打持破眼 看看能不能把黑旗这块旗 拖进来对杀 然后黑旗下力 之后白旗直接提截去破眼 如果说这个旗 你先搬一个组度 落后手 被黑旗往这一打 再往上一挡 这个旗黑旗活了 因为你提的话 它沾 这边是个连环节啊 黑旗必然能做出来 第二只眼 那黑旗活 白旗立马死掉 所以说白旗先提截 然后黑旗外边顶一个 继续把暴力圈给加强 而且这个同时也是破白旗的眼 因为像你不走的话 以后白旗这一团 一顶一打一沾 这个地方以后还可以作眼 其实也是把白旗的这个眼给破掉 那接下来白旗右上拐一个破黑旗的眼 不过黑旗还可以这样搬回去 白旗冲 黑旗度过 接下来白旗再打黑旗沾上 白旗提截 这个地方搞出来一个截 黑旗只能沾 但是很可惜 对于白旗来说 这个截不太好打 因为一旦被黑旗提过去之后 这个截彩也不好找 没什么截彩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旗只有沾 沾的话放黑旗右边补断 然后再顶一个做活算 虽然说这样下的话 这个白旗在这儿 这个亏了很多 基本上两眼苦活 外边全部被黑旗走到 至少还有一丁点的希望 就是黑旗外边 这里口子封住的话 首先还露着风 其次像脚上这里的点赛三 还能搞一搞 看有没有打结活 至少比实战要好 实战白旗又没有去 造结材 其实现在造结材也来不及了 应该刚才去造 他走的是这个斑 然后黑旗断 白旗右边再打 再把黑旗打在一起之后 直接开结 那黑旗提 接下来肯定是 黑旗万结不硬了 然后白旗走的是 外边的这个打 黑旗直接把结一削 白旗再提 黑旗再一断 突然白旗这一块全部死掉 这个局势瞬间崩盘 所以说 这个地方崩盘的原因 也是因为白旗连续下了 几步问题手 先是这个 对于里边的这个补齐的时机 把握的不好 没有提前去造结材 然后呢 就是后来被黑旗追杀的时候 有点慌 走着外靠 想趁早逃出去 但是这个旗直接遭到黑旗分段 最终形成一个结 这个结材又不太够 所以说这个旗 其实下到这儿呢 已经白旗有点没法下了 实战还是非常顽强的 先往上断 要强撑这里的空 其实这个空 黑旗一飞就可以钻进来 就你这样贴住的话 他一冲 你这样冲段不成立 被黑旗一打一段 直接收掉 直接打的话呢 也不行 黑旗还是往上冲 你再打 他成一个 你还没办法冲段 不然的话 被黑旗反过来一段 再一打接不归 所以说已经围不住了 实战的黑旗 从脚上开始掏 二路脱 这个旗白旗如果说外搬的话呢 有一个这个旗 就是反搬 你打的话 他从这儿一打 然后虎出来 沾的话 黑旗有这种点 等会脚上再来一个虎 比如说你这样穿向眼 黑旗虎一个 你跳下来再夹 反正味道非常直察 实战白旗选择往里长 那黑旗大飞出头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旗 直接二路点去破眼的话呢 黑旗跳进来 白旗还是没办法收拾 你左边贴住联络 上边压一手 先手 然后再小接连回 没有任何的难度 实战白旗往外边打 黑旗搬 左眼 白旗二路漏 接下来黑旗压住 白旗如果说再单退的话 黑旗还可以再压 这个地方又杀不掉了 因为你搬的话 他有这个断的先手 打持的先手 再从右边这里打一瞻 你断的话呢 因为白旗弃井啊 所以说黑旗最简单的 打持长一个 封锁的时候 再打持滚包 扩大眼位 再一虎 火旗 明明白白白 甚至于说黑旗还有这种靠之类的骚操作 反正白旗右边弃井嘛 这颗子随时可以跑 这个白旗也够呛 所以说直接点进去杀 黑旗沾 白旗沾 接下来黑旗往脚上爬 白旗搬 然后黑旗这个 肩在这 这个地方白旗很难受啊 你外边还不能现在去封锁啊 封锁的话被黑旗搬下来 主要对杀气不太够 就你断的话 他一长 这个气是紧不住的 贴住的话再一长 夹的话呢 也没用 黑旗可以立 你断上去的话 他直接打了之后再打 左上这个挤也来不及啊 挤的话再一段 明显被黑旗搬 又是卖一气 所以说白旗只能搬上面 连回 然后被黑旗往这一跳 这个旗 虽然说黑旗的这个联络啊 近在咫尺 但白旗就是不能冲 冲的话被黑旗这一靠 又出现问题了 你要是挖的话呢 这一段打 再一打持脚上漏掉了 显然不行 长的话呢 这个黑旗往里搬 这样要反杀了 你夹一个打吃 他沾上 你再冲 他这样断打完之后 直接二路打拔 那你上边这里断打再断 也是来不及的 被黑旗一搬就死 所以说只能目送黑旗回家了 提掉 然后黑旗贴住 之后白旗再连回 这个空被黑旗就这样给掏掉了 然后黑旗再也顶 只要黑旗确保这一块完全活旗就行了 接下来白旗团 黑旗挡 坐眼 白旗再往底下逼住 黑旗左上虎一个 这个还是先手啊 马上要挖进去分段 白旗沾 黑旗二路搬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底下给打拔掉 因为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不走走别的 白旗有一个这个搬 你再打的话 他就沾上 说不定点会要杀底下 所以说黑旗就把这些隐患全部给消除掉了 打拔 白旗右边贴住 黑旗再贴一个 白旗搬 黑旗提 接下来白旗再一会 之后呢 又被黑旗建在这 非常舒服 白旗二路小间足度 其实黑旗最稳的就是挡下来 基本上也没什么旗 实战黑旗还要继续攻击 往外边靠牙 想缠绕白旗 白旗提一个截 然后黑旗右边猴补旗 白旗底下顶一个 再夹 因为这个旗你搬的话 最多也就回一条边 你要想这样又爬进去 又点刺 又要掏脚的话 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为你掏脚 这个边上被黑旗一补 白旗全死 实战白旗夹一个 这个意思就是 黑旗如果说挡住的话呢 那白旗可以打了这个虎 你再靠下来的话 他再跳一个 底下先手虎 然后还能抽身 把右边这块旗再逃跑 这样两边白旗都能走到 这个是理想图 我实战黑旗也是果断反击啊 立下去 白旗冲 黑旗粘 然后白旗再拐一个 脚上呢 这个地方还有旗 黑旗虎下来之后 白旗搬 黑旗先断紧气 这样白旗也只有打 然后黑旗可以从上边一打一瞻 寻求联络 那白旗也别无办法 只有断 黑旗打 白旗长 再打 再长 之后黑旗长底下 先把这个边给补好 然后白旗也不能断啊 断的话被黑旗这么一打 刚好黑旗阵子有力 所以说这个白旗只有拐外边 然后黑旗再沾 这个地方你还不能补外边啊 补外边的话被黑旗挡下来之后 这个里边气太紧 像这里的提节先手 外边的点刺 你都不能冲 冲的话被黑旗这么一断啊 这个旗 那白旗还是要死 你只有老老实实沾 然后被黑旗闷进去 局部将要形成一个节阵 那白旗也够呛啊 因为这个黑旗其他地方节赛也挺多的 实战白旗团这个 黑旗挖 白旗先往右边贴住 黑旗提节 打这个节 还是要打这个节 而且现在白旗不太能沾这个 沾这个的话被黑旗这么一沾啊 你只有外边提 他里边再一打再一挡 那这个白旗又被杀掉了 实战呢 白旗找的劫财是左上这里的穿向眼 那黑旗判断清楚之后 也就直接在右边消劫 这一消劫的话 白旗右边这两块旗全死 那只能完命的去杀左边了 断一个 那黑旗挖进去 这个挖白旗很痛苦 还不能挡 挡的话被黑旗这么一团打吃 你再提节 他先冲这个 那你旗筋也不能掉啊 你得顶一个回家 然后黑旗再提过来 因为下一手旗 这个再提的话太大了 而且直接影响到白旗脚上的死活 基本上这个也是找不到斜材的 白旗得沾 那黑旗就可以断这个 你再提的话 他一沾 还是可以把白旗给吃痛 所以说这个地方已经挡不住了 那只有沾这个 形状很差 黑旗团还是先手 要冲断两颗子 白旗沾 黑旗再扳一个 这个是最后一手 然后白旗认输 就这个地方呢 再走下去 虽然说白旗断打 还是个结 黑旗打吃 首先黑旗有一些 本身结可以找 比如说像上边这里的这个段 白旗长一个再提 当然白旗右边这里 还有这个提结的这个杰材 然后黑旗上边比如说排一个再提 白旗右边还有这种沾 后续还有一路打 不过退一万步讲啊 就算这个结 黑旗无条件打输了 就直接放弃 从这个二路打吃 虎一个先手 然后再往旁边去补断 就算这样的话 这个白旗也不行了 就算这块旗全部吃掉 因为右边死的太多了 这个空也差远了 那这盘旗呢 也是相当的精彩 转折点就在于右边 这里白旗的处理啊 还是比较的僵硬 不仅是这个补结的时机不对 然后也没有提前去造结材 后面的话 直接被迫找了一个 不算结材的一个地方 这块旗被黑旗全部吃掉 其实这个局势已经不太行了 后面白旗也是拼命的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这个杀一块 但是黑旗下的都非常的稳 最终一直把这个盛事保持到最后 好 那这盘旗就给旗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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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